日本古老寺院 法隆寺里有现存世界最古老的木质建筑 毫无疑问的 它也是世界文化遗产 世界遗产委员会如此评价 它们代表了日本最古老的建筑形式 是木质建筑的杰作 再现了中国佛教建筑与日本文化的融合 然而 在千多年的历史上 法隆寺多次起活 六百七十年 甚至烧得一间都不留 然 它再次重建了起来 到了明治年代 又遇了大祸 明治天皇搞为心 奉行肺腹毁士政策 曾经读信服脚的百姓 却干起了破坏佛寺的勾当 结果 日本很多古老寺庙 因人为破坏 其无力维护 最终被毁 法隆寺的和尚们想出了个办法 将三百余建国宝及文物 献给了皇室 看到和尚们如此懂事 天皇很高 心赏赐他们一万块钱 有了这些钱 法隆寺终于能维持下去了 尽管他的宝物是余下搬不走的建筑 以及壁画 但比整个毁月要好得多吧 然而1949年1月26日 又出事了当时 法隆寺正在进行壁画磨写 工作人员忘记拨除电器插头 便离开了 结果 竟然起火了 这是当时扑火的情形 火灭之后 和尚们发现 那些国宝籍的壁画 大多数毁了 有的被烧得面目全非 有的墙上破了大洞 然而有两点是幸运的 第一点便是前面说过的 绝大多数好宝贝都献给天皇了 最终除了圣德太子齐盖二王子相 反华经义书等 少数成为皇室私人收藏外 绝大多数进入了国家博物馆 如果说以前被迫献宝是不幸 那真是隐差阳错 成了万幸 第二点 则是曾两次对壁画进行了大规模磨写 因此在修复的时候 还有样本可看 本文照片 来源网络 感谢原作者 若有侵权 请联系删除返回邹谷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